在日本人们相信在酷热的夏天 食用营养丰富的鰻鱼 可以消除倦带恢复体力 目前距离日本今年的第一个鰻鱼日 还有一周左右的时间 商家们的备货情况如何呢 市场上有哪些特色商品 我们继续来看 本月24号 日本将迎来今年第一个鰻鱼日 从6月末开始 日本的各个商家已经纷纷打出预定和销售鰻鱼的广告 今年除了传统的鰻鱼制品外 某日本大型食品公司还推出了素食鰻鱼产品 此外 也有不少快餐连锁品牌 在7月陆续推出鰻鱼饭 记者从东京市内的一家超市了解到 每年鰻鱼日当月的销售量 能达到其他月份的约20倍 因此 超市都会提前大量备货 以满足消费者的不同需求 现在在家里放的是长焼鱼 串上的东西放在鱼 然后在大量的大量 我们可以卖出一种 在日本的鰻鱼鱼苗的捕捞量持续减少 加上日元贬值导致的进口成本上升等因素 鰻鱼的价格逐年上涨 俨然已经成为日常餐桌上的奢侈品 据了解 一条中国产的鰻鱼平均售价在1500到1900日元 约合人民币68至87元 一条日本产的鰻鱼则卖到2500到3200日元间 约合人民币114到146元 在物价高企的情况下 很多消费者对于纪念鰻鱼日的消费 也有不同选择 日本作为鰻鱼消费大国 超过九成的活鰻鱼及鰻鱼加工品 依赖从中国进口 最新统计数据显示 今年5月 日本从中国进口活鰻鱼约3050吨 较去年同期增加3% 受到日元贬值的影响 超市及连锁快餐店主要使用的 烤鰻鱼商品的进货价格 较去年同期上涨约三成 与此同时 为持续稳定地获得鱼苗 日本也在推动鰻鱼鱼苗的人工孵化和培育技术